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Cathy's Radio 我是今天的野貓DJ Cathy 今天要跟您介紹的是第一課第四冊 Where is Kitty的Grammar 謝謝佳音和林提供的文法教學PPT Thank you so much 好 我們事不宜遲就來進行 Where 問句位置的解析詞 有關於Where 問句的話 第一個核心概念是Where 是問在哪裡 那Where 是問在哪裡 它是用在問地點 問地點 所以呢 在回應某人或是某個地方在哪裡的時候呢 我們會用地方解析詞來回答 小心 我們這一刻要學的是解析詞 那常見的解析詞像 in,on,under,in front of,behind,next to,between,near 等等等 之後我們會做非常詳細的介紹 好 基本句型 第一個我們要來談的是呢 以惠爾為首的問句 好 以惠爾為首的問句 詢問特定的人或是特定的事物 那因為是特定的 所以會跟定罐詞的 或者是所有格一起連用 那這邊同學特別要注意的事情是 的跟所有格 兩個只能選一個喔 你選所有格你就不能選的 你選的的就不能選所有格 不能太貪心 所以兩個不可以一起使用 好 我們看第一個例句 我的眼睛在哪裡呀 好 問在哪裡的用話 就用where來問 那my glasses 你的眼睛有兩個鏡片 所以你的必動詞要搭配的是are 所以where are my glasses 好 書本在哪裡 再一次喔 問哪裡的話 用where來問 那書本的話是這個書 所以是the book 必動詞要搭配的是is ok 那where is可以縮寫成where's where is可以縮寫成where's 這個是非常特別的東西 ok 好 我們看下一個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呢 如果你要回答以惠爾來問 哪裡的這個句型的話呢 那你要怎麼回答 好 惠爾是問呢 某人或某個物品在哪個地方 所以呢 回答的話是主詞 再放必動詞 再放戒系詞 戒系詞是我們要講的重點 然後再加的地方 比如說第一個例句 emmy是在客廳裡面 emmy是第三人稱單數 必動詞從is 欸 你有沒有看到在客廳裡 所以在點點點的哪裡 戒系詞要用in 所以emmy is in the living room 你有沒有看到the living room 就是地方了 第二個 浴室在廚房的後面 浴室一定是你我知道的浴室 所以這時候我們會加一個定罐詞the 所以the bathroom is 在點點的後面 戒系詞要用的是behind 所以the bathroom is behind the kitchen 那廚房一定也是你我知道的廚房 所以我們會放一個the 第三個例句 be在桌上 好 我們看一下主詞是be the pants 那一定是你我知道的b 所以要有個定罐詞the 那b不會只有一支 所以呢我們的後面加s 小線是負數喔 所以必動詞放r 你們看到最重要的在這裡啦 在點點點的上面 戒系詞要放的是on 桌子是你我知道的桌子 所以定罐詞the 所以the pants are on the table Alright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表示位置的戒系詞包括什麼呢 好 我們現在就學這個囉 in 是在點點的裡面 那些書在袋子裡 所以the books是負數 必動從r 在點點的裡面 戒系詞用in 所以the books are in the back 第二個at 是在點點地點 我在公車站遇到了Tom 所以I met 這個met 是以後會學到的過去式 你現在不用太緊張 這個met 是以後會學到的過去式 所以I met Tom at the bus station 所以at 是在點點地點 你有沒有看到 the bus station 這邊有個the 第三個on 是在點點的上面 那隻貓在箱子上 那隻貓你可以說the cat 當然你也可以說 that cat is on the bus 所以在什麼的上面 戒系詞要用on 第四個near 是在點點的附近 公園在學校附近 the park is near the school 那公園一定是你我知道的公園 所以前面要用的 學校也是你我知道的學校 所以前面要用的 在點點的附近 戒系詞用的是near 所以the park is near the school 好 接下來我們再往下看 來under是在點點的下面 所以箱子在我的床底下面 the box is under my bed 所以the box的the 表示你我知道的箱子 你有沒有看到my bed 它這邊使用的是所有格 所以如果你用了所有格 就不用the 好 下一個 behind 是在點點的後面 那旁邊幫我在你的課本上面註記一下 behind 在點點的後面 還有另外一個在點點的後面 叫做in back off in back off 也是在點點的後面 好 我們看例句 書在箱子的後面 the books 小心敷數喔 必動從are 在點點的後面 接系詞用behind 所以the books are behind the box 第三個 between 在點點之間 這個幫我打信號 這個很常靠 箱子在沙發跟桌子之間 所以the box 單數比當中is 在a跟b的直間 就是between a and b 所以箱子是在這個沙發 所以the box is between the sofa and the table 下一個 next to 是在點點的隔壁 the park is next to the school 這個公園呢 是在這個學校的隔壁 所以在什麼的隔壁 介系詞要用next to next to next to 小心到有兩個字喔 最後一個in front of 是在點點的前面 他在屋子的前面 she is 我們剛剛前面都是用東西對不對 現在出現人了 所以she is in front of the house in front of 在點點的前面 house 也是你我兒子的house 知道的house 所以我們就用the來表示喔